Hello 大家好 這條影片又是賽馬新聞報導 為大家提供一系列的賽馬資訊 今天有很多事情要說 第一單是要說金槍六十 尼瑪斯女劍威接受傳媒訪問時 提及到下季這匹馬的部署 以及一些遠征的目標 一會兒會跟大家去看一看 第二單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2025年開始 重化馬場會有舉行常規賽 當中我們馬會CEO 映家柏 就說會舉辦一些吸制賽 將一些原本在本地的吸制賽 扔上重化館 究竟是什麼吸制賽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第三單當然要說一些傷心事 澳洲騎士偉米高 因為墮馬的關係 截肢也會做手術 真是一件很淒慘的事 最近也有很多騎士 因為墮馬而受傷 甚至乎是離世 這一單一會兒會跟大家去看一看 最後一單就是要跟大家說 就是曾經來過香港客串 火牌足球 跑過贏過這個打比大賽的妙沙 就離開了我們 也會跟大家去跟進一下這一單的消息 事不宜遲即刻開始說第一單 就是金槍六十 這一匹馬已經是休息了 就不會跑遮大背 我想大家都知道 至於下季這一匹馬會有什麼部署 阿聯馬斯又提及到 下季這一隻馬就會是 第一次會跑馬會一里錦標 11月舉行的馬會一里錦標 之後才再跑香港一里錦標 換言之這一隻馬季初的部署 依然都是侯住國際賽 而在國際賽之前 他只會跑一場馬 就是馬會一里錦標 他就不會跑 好像金槍一樣 跑那個慶典杯 和香港沙田錦標 這件事情 我想跟樣榜有關係 因為如果你說跑慶典杯 那些慶典杯 這隻馬是要揹頂榜 這隻馬來到香港 很少揹頂榜 他也是一匹較小的馬 不是說他揹頂榜就會輸 也是會贏的 只不過你揹頂榜去跑 始終會消耗更多體力 寧願省下 就會跑馬會一里錦標 因為馬會一里錦標 他也是養人5磅 128磅 不用揹太重的 接下來這隻馬 下季 跑完國際賽之後 都會猴主這三罐 就是董事杯 都會繼續跑 遠征 大家都想去跑遠征 究竟會去跑什麼海外賽事 他想著會去試試日本 或者英國的賽事 有機會試試鋁王安尼錦標 是步步有曾經跑過的一級賽 也是很難應付的場地 其實你說金槍 我想他跑安田龍是適合的 另外如果他說要去遠征 我自己就會覺得 跑這個杜拜草地大賽 也是合適的 始終這一匹馬 我認為是1600至1800最合適的路程 如果你說去跑杜拜的場地 一來1800適合他跑 杜拜草地大賽 而是他自己本身來說 亦會比較容易應付 杜拜那條跑道 你說跑雅士谷 是難跑很多 那些高低起伏 的確步步有強於步步有 那一天那一年去跑 都是跑到一步都沒有 所以我想是這幾場 杜拜草地大賽和安田都會比較適合 金槍跑 儘管看看這一匹馬王 下年是怎樣大放二彩 我也是相當期待 說完金槍60之後 說第二件事 就是這個重化馬場 二五年開始 即是四年後 會在那裏搞一些常規賽 即是說每年可能會在那裏搞四場 甚至八場的競速比賽日 好像我們幾年前 在重化路搞過一次的賽馬 一天是搞五六場 我想都是類似的安排 至於在那裏搞 不單是搞普通賽事 是會搞吸制賽 將會考慮 是將王太后紀念杯 即是那場二千四 以及山頂樣賽 這場山頂樣賽是今年新設的 就是在4月5日跑過一場二千米 龍骨飛羊贏那場 那場會升格為三級賽 然後就扔上去重化跑 這是目前的計劃 還未落實 我想大家普羅大還在香港的馬迷 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 究竟有沒有得到 我可以都很肯定 告訴你應該是沒有得到的 尤其是內地去搞這個賽馬業 其實目的就是為了推廣賽馬 以及為了推廣旅遊業和經濟 去掌握一下內地人的興趣 內地本身始終是搞一條 一直以來 由二千年開始都是禁倒的 即使在武漢搞的馬場 那個賽馬 其實都是沒有現金的投注 所以你說有沒有得受住給你香港賭 基本上都是沒有的 好像我們幾年前那個重化 搞過那個速步比賽一樣 都是沒有得到的 希望有得直播 因為那次我記得是沒有得直播的 即是沒有得在電視上看的 所以這件事 我想大家真的不要有那麼多想想 始終有沒有得到不是馬會決定 不是那班董事決定 是說整個大陸政府給不給你賭 因為這是一個國家的政策和法律 應該都沒有得到 只不過在那裡搞比賽 我想純粹是協助 馬會是做一個輔助的角色 去幫中國去搞這個賽馬去推廣 我想就是這樣 所以就不會有那麼多想想 對這個賽馬人說有得賭方面 好 接下來第三件事要說的 就是這個 繼祖格拉和北川又一 祖格拉就是因為墮馬過身 和北川又一 也是因為墮馬要做手術 停了一年 說的是日本那位騎士 其實早幾天 澳洲騎士偉米高 因為墮馬又是在馬嵗之間跌下來 然後被馬踩中 然後就需要做手術 折肢 這件事我們先看一看片 因為其實又是一件傷心事 今天也是經常 折二連三有這些不幸事件發生 的確是令人都很深呼和傷感 偉米高在馬中間 這裡跌下來 黃色那一隻 然後被他自己的馬踩中 有一個慢鏡給大家看 這裡 又是隻馬踩中一蹤 然後他被馬踩中 後面的馬都有機會踩中 不過我想最傷的那一刻 就是被他在騎中那一隻馬踩中 其實近日發生的這些墮馬意外 坦白說跌下來那一刻不是最傷的 我都說了很多次 是被馬踩中 或者被後面的馬踩中那一刻最傷 而且跌下來那一刻 如果是頭部落地 更加會傷你頸椎 其實近年那些 你說數到減衛魚 跌下來也是因為中下來 然後被馬踩中 安國倫比例寶寶也是 其實祖格拉也是被馬踩中 這一位 偉米高也是 偉米高其實是澳洲的騎師 比過香港跑 比過兩場頭馬 而當中這一位騎師 或者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大家未必有一個太深刻的印象 始終他不是有一位很頂尖 或者很高榮譽的騎師 總之他騎工都可以 但不是說一些很頂級的騎師 他就因為墮馬 中間墮馬 他現在還要做手術 那天是做第三次的手術 甚至要更多 去處理傷口的問題 希望他早日康復 以及可以保住命 始終 作為一個運動員 因為傷患 而去結束他們的運動生涯 他們的職業生涯 其實不單純純是說 我沒有收入這麼簡單 還是對於他們來說 是有很大的傷害 不單是生理傷害 對他們的心理也是 不能做自己喜歡做的職業 或者因為傷患被迫結束他們的職業生涯 其實是非常可惜 而且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那 這位騎師其實也是多作多難 因為他在十幾年前 也都是因為試過 不過他在狩獵的期間 在懸崖下跌了 是重傷的 幸好之後再騎回 但這次真的 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墮馬意外 令到他真的要為他的職業生涯畫上句號 希望大家都祝他做個康復 康復和手術順利 最重要是沒有生命危險 繼續活下去 好像安國倫 他現在正在做經理人 以及我之前在做坐馬節目的主持 平馬 所以就希望他好像安國倫 有一個堅強的意志 繼續活下去 就算未必做到騎師也好 其實馬圈也有很多其他崗位 亦都可以做到 我在這裡 祝他 健康地繼續活下去 好 最後一件事要說 我想是老一輩的馬迷 才會較為熟識 就是 英國騎師 阿妙沙 曾經來香港跑的足球 贏過打比 這位騎師 86歲 就過世了 其實在早幾個星期前 足球的坐衣 其中一位馬主 亦都離開了 在這裡 其實以前 這群歐洲騎師 雖然我那時候 出生都未出生 但現在YouTube 網上看這些影片 例如艾德麗、柏角、柏莎 或者阿妙沙 他們的騎師 我真的挺喜歡的 尤其是歐洲的騎師 你看到他 好像艾德麗 雪花蓋頂 我很欣賞 我本身也很喜歡 因為現在較少見到的騎師 是一個個人特色的風格去騎馬 當然現在那些都很高級 騎工很超長 但是 反而 是不是少了少個人特色呢 我覺得是 有少少這樣的感覺 我自己 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很懷念 以前 80年代那群歐洲騎師 冬天來香港客串那群 那群 以前的馬迷 真的有很多眼福 幸好 我們現在都可以透過YouTube 找一些部分 很珍貴的片段 讓我們 年輕一點的馬迷 都可以回味一下 當時這麼精彩的片段 好 這條影片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合心的話 記得按訂閱鍵 讚好這條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這次的賽馬新聞報導